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在前晚 連廣東省的部分地區 包括了廣州 深圳和珠海等的城市 都出現了停電的情況 可見 大陸的停電問題就相當嚴重 其中 在湖南省更加進入了 限電的戰時狀態 究竟 是什麼原因導致 這次的大停電 大陸發改委的官方說法 竟然說 有部分地區是為了促進節能減排 而限制用電 認真是搞事 好了在說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實情 在前晚廣東省部分城市 停電的期間 不單止停電那麼簡單 因為停電的關係 就導致很多地方的水崩都沒有電 於是乎 連水源供應都被斷絕了一段時間 不單止這樣 部分居民還匯報 在停電期間 連手提電話都沒有辦法連網 即是所謂的斷網 這也是可以解釋得到的 因為停電的時候 那些發射訊號的機站 同樣都是沒有電 所以就算那部手提電話有電 根本上就搜不到那些訊號 就上不了網 在這樣的情況下 更加反映得出 那些所謂的電子貨幣 數字人民幣 電子支付的儀器 有電到的時候 又是要靠實體貨幣 現在停了半天 萬一停幾天 就連手機都會沒有電 到其實怎樣使用 那些所謂的數字人民幣 或者電子支付功能 始終還是要有多少實體貨幣 這次又不單止說廣東出事 就連湖南省都進入了所謂的戰時狀態 路燈、招牌又停電 這些當然了 交通燈又停電 坐電梯自不然沒有 就要堵樓梯 這一個戰時狀態 我又是覺得有趣的 我發現大陸也有戰時狀態 抗疫、防疫又有戰時狀態 現在停電、限電又有戰時狀態 其實就會某程度上聽到人民 都會感到麻痺 沒那麼多戰時狀態 一年進入幾次戰時狀態 豈不是代表著經常都在打獎 有些工廠為了解決發電的問題 竟然決定自行購買發電機 在義烏那處發電機的消路情況非常好 有柴油發電機廠家透露 在短短三天之內 竟然已經賣出了十三台發電機 可見其實工業生產的用電需求 是非常之恩切的 我又不明白了 你應該是相應地提高供電量 才是的 那就沒事了 那為什麼是令到供電量 沒有辦法提升得到呢 大家都知道很明顯 問題就是大陸去抵制澳洲煤炭 實情現在很多貨運船 都仍然在港口等著卸貨 因為清關程序被刻意拖延了 其實只要當局一聲令下 根本起碼那個延微之急 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你說之後的事就之後才算了 起碼現在這一批貨 那個價錢就已經訂好了 簽了合約了 一卸貨就可以運到發電廠用了 那當然澳洲現在看到大陸這樣的情況 他會不會在下一批 再跟你談那些煤炭價錢的時候 故意翻幾番呢 那就後話了 當然他作為這個煤炭生產商 他就絕對有這個權力來抬價 你最多就不買 但你不買你又去哪裡買呢 我都不知道 我又相信澳洲在煤炭方面 加價的機會都很大 因為他就是要彌補其他貨品的貿易損失 龍蝦也被你限制 大麥也被你限制 紅酒也被你限制 那些地方損失就是靠煤炭和鐵礦砂抬價來補貼 其實無論是龍蝦也好 紅酒也好 或者澳洲和牛也好 這些產品某程度上就是奢侈品 而不是必需品 因為在大陸根本上就是有些替代品 cheap一些 沒有那麼優質的產品是可以代替得到的 所以需求彈性相對較大的 但是你說鐵礦砂和煤礦 需求彈性就低很多 無論他怎樣抬價都好 大陸其實都要硬著頭皮來買的 當然不買也可以 不買大陸就可以懲罰澳洲 但是到頭來就等同於懲罰自己 而現在的惡果就已經是呈現了出來 好了我們又看看大陸的法改委 他們怎樣去描述 或者解釋現在的限電的情況 這個法改委就提到 部分地方為了促進節能減排 於是就採取了限制電力消費的措施 好了 到底需求方面為什麼會增加呢 法改委就說 隨著低溫雨雪天氣的持續 有些地方的電力供應緊張局面 將會持續到明年的春節前後 當前電力供應和需求的矛盾 發展和排放的矛盾疊加 為地方政府帶來了不少的考驗 你看見那些創作力都很高 又賴這個天氣 等等又賴這個節能減排 總之就隻字不提澳洲煤炭的問題 實際上來說 他只不過是解釋了為什麼需求增加 他也解釋不到為什麼要供應下降 你說因為節能減排 所以就要將供應下降 其實就不合理的 因為事實上就是影響到工商業的生產 剛剛那幾天才有些法改委官員出來說到 就說現在的工業用電量需求是上升了 因為那些歐美的訂單全部集中在大陸那裡 那你不用聘經濟嗎 那為什麼你還要在這個時間 所謂節能減排呢 再加上你也會說 雨雪天氣持續 照樣就要開這個暖氣才是 你還說要限制人家三度才可以開的 有些地方 那你根本上這些說法就是有矛盾 你也解釋不到現象 為什麼供電量是不能夠隨著需求相應增加呢 你只是說節能減排 我想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是會這樣做節能減排的 就是說用到某一個電量你就不准用了 全世界都沒見過這種情況 至於廣東為什麼會停電這麼厲害呢 其實從數據就可以知道端藝了 根據去年廣東省的用電量統計顯示 主要仍然是以燒煤為主的 佔了三成七 天然氣佔了百分之九點六 核電佔了一成半 水力發電佔了大約百分之五 而從其他省份買電佔了三成 大家就可以看到 其實如果其他省份的電力供應是出現問題的時候 至不然廣東省也會有停電的情況出現 因為佔了第二大的供應就是從其他省份來買電 所以這個其實都可以算是骨牌效應 如果從全國的範圍來看又如何呢 火力發電就是燒煤或天然氣 在去年佔了七成一 水力發電佔了一成七 核電佔百分之四 風電佔百分之五 太陽能佔百分之三 可見其實燒煤的部分還是佔了很多 之前我們也說過 澳洲煤炭供應的問題 大陸去抵制人家 第二個主要原因就是水力發電不足的問題 在冬季的時候 那些河流就是處於一個枯水期 那些主要河流幹道的流水量 比起夏天的時候就低很多 因為順其也是在夏天的時候出現的 所以那些河流就會泛濫 現在基本上那些水力發電廠 就是那些河流那些 根本上就不能夠提升得到產能 因為那些水流量是多少就多少 它是少的時候 那你的發電量就少了 這一點就是有先天不足 其實大陸近年來 不斷在那些叫做適而興建水閘的位置 都不斷建這些水壩 在夏天的時候當然就好地地了 因為那些水源充足 那你就可以不斷發電 問題就是一到冬天的時候 你數一數整條河的中上游 你建這麼多水壩 當上游都開始出現枯水的情況的時候 那你層層水壩層層來集水 你集到下去都是差不多的 不會說多了很多 忽然之間有個位置 就算有些支流怎樣散過去 你連那些支流 都會有一個水閘 基本上現在大陸可以建水閘的位置 它也是建了 不然它怎麼會在那個所謂的蘭倉崗 都去建 就是因為那裡建得不夠多 它就見逢插針 看到凡親兩個水閘之間有個位置 是正好建的 那它就又建一個 夏天的時候當然沒有問題 水量夠充裕 到冬天的時候 就變成攬炒了 因為一成七的電力 是靠水力發電的時候 萬一這個水力發電 是降低了那個佔比 那你就要在其他那裡提升 核電你就怎麼開行廠房 也是這麼多 風電你就看風吃飯 太陽能也是這麼多 所以唯一你就要靠火電 火電你又限制抵制澳洲煤 所以現在就出現了這個限電的情況 是有得解釋的 南方就搞成這樣的情況 至於在北方又怎麼樣 俄羅斯又夾擊了 俄羅斯其中一家電力公司 他們就宣佈了 會停止對中國出口電力的 為什麼呢 其實那家俄羅斯的電力公司 他們都不是自己發電的 都是向那些俄國的發電廠去買電 然後就再賣給中國 其實就是處於一個中間的買版 這家公司的董事會就說 其實每年本應都有兩成到兩成半的出口利潤 但是啊 現在那個由於物價上漲 導致火力發電和水力發電的成本 又不斷地升高 而且還要向俄羅斯政府 補貼5%的保證出口利潤 因此繼續對華供應電力 將會導致公司虧損 故此不得已之下 就作出停止供電的決定了 那麼大陸方面又怎麼說呢 他說兩國的合作並不會因此而打斷的 今次俄羅斯電力公司 終止向我國供電 並不會影響中俄兩國的友誼 哦 即是對著俄羅說這些說話 那為什麼不見王毅和澳洲說這番話呢 還去問別人 到底你當中國是威脅還是夥伴呢 你應該說中俄兩國的友誼都不會受損 他不說 其實這家俄羅斯電力公司 那些電力公司主要是給北方的省份 尤其是東北三省 為什麼呢 因為這些省份處於中國的邊緣地帶 由於電力運輸路程過遠 就會導致電力損耗很大 造成了大量的浪費情況 所以中國和俄羅斯接釀的幾個省區 每年都會從俄羅斯進口大量的電力 從而截省的運輸成本 他就解釋了 其實是 至於這家俄羅斯電力公司 他每年就會向大陸供應30億度電 至於全國的用電量來說 在去年的數據 就是大概72,000億度電 你計算大概佔了0.04個百分點 那不算很多 不過現在他這樣夾擊你的時候 就叫做屋樓更兼逢夜雨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